消費券 分兩期發放合共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昨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宣佈向合資格市民派發五千元消費券 向案會計師公會表示 雖然他們今年沒有建議政府再派消費券 不過對財爺這個決定表示歡迎 但不希望政府長遠依靠消費券來振興經濟 聽到第一期其實是四月份 其實四月份的意思是應該會影響到下一個年度的財政上的事情 我們估計五千元的話大概都是三百多億的 但未算是還有一些新來港大遊合資格的人 可能就不是五千元有二千五百元的 那裏有多少錢都要再算一算 但現在講三百多億這樣的支出 那是否合理呢 我想我們公會當然是歡迎 因為始終我們還在一個審慎樂觀的情況下 看看接下來的經濟有幾快的一個重拾 還有那個步伐有幾快的一個增長 甚至乎師長也都預期 二三二四都仍然是有一個赤字的話 其實我想這個五千元的話 我們公會都希望建議 希望我們都不是長期依賴這個消費券去刺激經濟 而是剛才今早師長說的各樣的措施和配套 令到香港的經濟又會重拾回來 那所以我想我們暫時公會的看法都是歡迎的 但亦都希望政府是可以把錢用得其所 另外亦都擴闊稅機和收入來源 多lem還有資訊 並走低舊 注意吧 有可能